财新国际报道,多位知情人向财新表示,中国可能在三年内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 筹集6万亿人民币作为财政刺激措施,支持经济恢复增长 消息人士说,6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募集的资金有一部分会用于帮助地方化解隐形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推出了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最终演变成为了一个30万亿的庞大的投资过程 不仅把中国经济带出了泥脑,还建立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新的地位 当然这30万亿投资的副作用也是非常明显 当时温家宝的4万亿对应的是31万亿的GDP 习近平的6万亿对应的是126万亿的GDP 虽然比4万亿多了50%,但是力度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财政部长兰福安10月1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央政府将会帮助地方政府缓解债务压力 但是他没有具体的说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金额是多少 所以有关中国新的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 而且各种猜测非常多,兰福安在记者会上公布两项政策 第一,安排地方的债务额度,置换地方政府的隐形债 减弃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置换的规模是近年来最大的 去年是2.2万亿,也就是说今年肯定会超过2.2万亿 这是第一,第二 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的使用范围 那么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可以用于存量的房屋收储 或者是收购闲置土地,兰福安说 中央政府还在准备更多的财政政策 中央政府有较大的空间来增加赤字 或者是发行债券 银河证券的分析师当天在研究报告中说 兰福安记者会上的一些政策和说法超出预期 预计财政刺激措施总额将会超过5万亿 财新现在说是6万亿 那和银河证券相对是比较吻合的 那么野村经济学家陆挺在本周一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填补地方政府财政空缺将是刺激计划中的重点 因为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幅下降 财新网报道说 今年前七个月 中国31个省超过一半的财政收入落后于全年的财政目标 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了非常严峻的形势 经济学家刘世锦主张用一到两年时间实施10万亿的刺激计划 扩大居民的收入增加中产规模 把中国经济带出现在的泥沼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1 如果6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这个方案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每年2万亿 去年中国发行的国债加地方债总共加在一起多少 20万亿 今年计划是12万亿 但是如果明年再增加2万亿不算太多 第2如果真的有6万亿那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我们预计的各种财政政策可以去实现 第3个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6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 为什么蓝芙安不在记者会上宣布 要财新网用这种方式来透露出来 这是好事啊 理论上 肯定要敲锣打鼓 而且你开记者会 全世界记者都在那 你怎么不在记者会上讲 除非这6万亿 是蓝芙安记者会结束之后临时整出来的 为什么 可能是蓝芙安的记者会开完之后 然后外界反应不加股市又跌 行情一看不高兴马上底下赶紧忙活 忙活一个补救方案 递上去上6万亿吧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这种可能性 有点儿戏 你不觉得吗 还有个可能性当然就是财新网错了 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我还是觉得有点像 就是房地产记者会本来呢如果你是房地产政策的话 就应该住建部来开 结果通知怎么通知 国庆办10月15号晚上发的通知 白天不能发吗16号不能发吗他不发 晚上发的10月17号 也就星期四 上午10点开记者会 主题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住建部的部长霓虹 带着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五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那五个部门负责人肯定是副部长 就不是他带着他的副部长开 这显然不是霓虹自己定的事儿 那肯定是老大安排 而且房地产政策人民行讲了一波 财政部讲了一波 还有多少呢 出建部自己讲 我都不知道 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当中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痕迹在里头 所以你说这6万亿是不是一看习近平不高兴 底下赶紧论个方案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那么另外的天津市今天最新的消息 取消住房交易限制性措施 第1个 取消 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购买转让等方面限制性的措施 不再对新建商品住房 销售价格上限 失失指导 第2取消 普通住房 和非普通住房的标准 个人住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首付比例统一为15% 第3个是发挥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大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 满足房地产项目的融资需求 这是天津在房地产记者会之前天津赶个早出个政策 趁着东风再来一把很激进,现在二手房的成交非常的低 中国政府想搞活房地产市场 这本来没啥,但是中共的心疏不正,结果他用坑蒙拐骗的方式,欺骗消费者的方式来刺激需求 没那么好就没那么好,你非得讲那么好,欺骗观众 其实呢这种方式并不能改变市场的态势,因为你在市场里面打几个电话 你看一下这个中介的态度就知道市场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现在房地产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低迷,从今年1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在出政策,没有停过,房地产市场一直在往下走 叫价量齐跌,第一个问题,房地产限制政策还非常多 从开发商到银行,从交易的过程到各种各样的贷款 如果你真的要把房地产市场搞活的话,这些所有的政策应该一次性全部取消 保留它的意义不存在,而且这些政策本身就是不对的 第2个,房地产市场的房价继续下跌 房价下跌是房地产市场排第一的特征 第2个特征,成交萎缩 第3个特征,严重供国欲求 第4个特征,空置率积高 然后你还面临两个形式,中国老百姓收入在下降,失业率在上升,第2个形式老龄化 在这些大背景之下,我们且不说经济整体的基调,就围绕着房地产市场 就这6个特征,这6个特征我看不到中国政府采取这些政策能改变房地产 持续下跌的趋势 这是房地产,那么在股市方面也差不多 中共也是用坑蒙拐骗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预期管理 从9月底到现在,习近平进行了一系列的狂飙 股市房地产,各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搞经济大跃进 各种政策非常混乱,没有人统筹,东一狼头西一棒子,他自己没办法统筹,他又不让别人干 所以这件事情是个混乱的狂飙,政策跟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协同性 习近平还是要搞所谓的薪质生产力 还是讲供应,他没有把他的注意力放到需求那边 基本上我认为 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如果真的要推动经济发展 要靠宏观经济管理 那也就是这三个部门 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济部门,比如说商务部啊工信部这些,这些部门都不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他只是微观的管理经济部门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财政部能出的政策就出了 那房地产又来开记者会啥意思呢?老大想要房地产涨起来,你们就使劲做,该做就使劲做 就这意思 那估计是工信部啊商务部都赶出来开记者会出政策 但是我觉得对宏观经济影响不太大了 没有太多有全聚性影响政策的这些东西了 了